你好,巴斯大老闆,你上個茶水哦 熟練的為客人倒水點餐 在知名餐廳擔任服務員的柯先生 工作快兩年 除了要忍受新主管招令戲改的規定 最讓他無法忍受的是老闆喜怒無常 會習慣性的咆哮員工 讓他決定月底離職,FIRE冠老闆 喜怒無常的話 就是可能我們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 然後他都會 情緒上頭的時候 都會對我們說一些比較不好的話 甚至是說在遇到一些可能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麼大才小用的情況下 他都會用一些比較極端的字眼來辱罵 像是我有一次一個人打掃樓上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說 為什麼我做了這麼久 或是為什麼我這麼會拖 然後我就跟他解釋說 因為現在樓上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請問我在拖什麼 然後就開始對我辱罵三字經 比較重一點的這種情緒化字眼 那我個人當下其實是比較沒辦法接受 但是因為我也知道說他是老闆 所以我也比較沒辦法去說什麼 我就只能默默地忍受這樣 當時有另外一個新人來 然後我們有新規定說上餐一定要用拖盤 但是因為那個同事的班可能比較少 再加上我們新的主管比較雙標一點 所以他比較不知道說 可能這次的送餐什麼東西都需要用拖盤 所以他就告訴我另外一個新人說 就是其實這樣菜是不用拖盤 你直接上菜就可以了 其實老闆問他說 你為什麼沒有用拖盤 然後我的同事就出來說 不好意思是我跟他說的 讓他不要生氣這樣 然後他馬上就對我同事入罵三字經 同事當下就是一直跟他道歉 但是道歉完之後 這件事情出完 他回家就自己默默地哭 然後可能跟我哭訴這樣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說什麼 因為他知道他就是老闆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發現 高達八成九上班族 都曾在職場遇過冠老闆 最常見的手法像是一人當多人用 做雜事 言語暴力等 而最討厭冠老闆講的十大黑話 則是有景氣不好 希望大家共體時間 讓你做是給你機會學習 以及這個位置是責任制 沒有加班費等 但是否因此而萌生離職念頭 四成四上班族表示 會主動離職 但仍有四成想離職 卻還是會留下來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顯示 有八成九的上班族 都曾經遇過職場冠老闆的情況 那最常遇到的呢 排名第一的就是一個人當多人用 再來呢是指派你 不是你工作份內的任務 或者是情緒暴力 咆哮員工 雙標 還有呢 加班不給加班費等等 那遇到這樣的情況 有七成的員工表示 他們會繼續隱忍 只有百分之三十六點二的人 表示他們會立刻離職 另外呢不到百分之一成的人喔 他們表示會選擇訴諸法律 那這也顯示說儘管現在呢 台灣的勞資雙方可能在倡議 要平等或者是要和諧 但是勞工的權益 還是處於弱勢的情況 人力銀行公關經理曾宗威建議 求職者在面試前最好先了解應徵企業的經營方式和管理風格 萬一到職後才發現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的規定 建議保留具體試證 作為向主管機關檢舉的有力證據 好 我們會建議 因為其實現在網路上的資訊非常發達 所以呢 大家在求職之前 可能可以先上網搜尋看看有沒有過往這家公司 或是相關主管的評價 另外呢 如果有學長姐啊 曾經在相關領域工作 也可以請學長姐幫忙探聽一下 這間公司的風評如何 在做於求職的打算 台灣的勞工現在呢 明顯還是處於比較弱勢的階段 因為就算遇到職場冠老闆 可能敢勇於立刻辭職的人 或者是甚至訴諸法律的人 還是占少數 那另外呢 如果公司內部有申訴管道的話呢 我們通常會建議員工 可能還是先從內部的管道進行申訴 如果內部申訴無效的話呢 可能再採取法律行動 另外根據調查 一旦遇到冠老闆 有14.4%會選擇繼續待在原職 選擇忍耐的人 平均長達9個月5天才會提離職 而調查也指出 平均加薪11780元 才會願意繼續忍受冠老闆 不過另有27.1%表示 即使加薪也不願意忍受 而上班族最想追隨的優質老闆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以6成7勇奪冠軍 其次是新宇航空董事長張國偉 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嘉 記者離聚會 台北報道